金刚经理说 一切贤胜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金刚经有云 一切贤胜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所谓的无违法就是无时无需 当我们了解无违法本身是平等的 再胜不争再凡不减 因此贤胜的无违法与凡夫并无不同 一切的现象都是心想生 一切的心想生 可是他又有一些庄严的净土 有一些庄严净土上面的一些次第 比方说有十地菩萨有佛 然后有等觉菩萨 有阿罗汉有辟之佛等等的 所以说有一个金刚经理里面讲的一句话 非常重要 一切贤胜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如果说我们今天修个禅定 一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基础的话 我们光靠的呼吸 每天只要五分钟 那种功德力就已经不可思议了 越做内心就越坚固 越坚固呢 那种成心的定力就会出现 当成心的定力出现的时候 后面的第六波罗蜜多 叫做智慧波罗蜜多 也会跟着出现 前面那个叫做止 出现 后面跟着会出现的那个叫观 其实止观止观 它是有次第的 那观就是波罗蜜多 我们透过修禅定 进化妄想与杂念 并兼顾自己的内心 就能产生禅心的定力 心便不会在谁进转 因此一切的贤胜之所以为贤胜 皆是由于正德无违法 所以与我们凡夫有所差别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中采访报道